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从小我们就被父母教育 要讲卫生,懂礼貌 但是有时候太爱干净 反倒会适得其反 身体有些部位太干净 反而会成为疾病的诱因 甚至会让疾病反反复复 久治不愈 快来对照一下 你是不是已经中招了呢 太爱干净,对身体无异 在对照过17000名英国孩子 深入研究后 英国流行病学家 发现有较多兄弟姐妹的家庭中 孩子较小出现了过敏性疾病 比如湿疹等 他认为生活在非常干净卫生的环境中 减少了接触微生物的机会 反而可能影响人体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 几十年来 这一假说获得了越来越多研究证明的支持 被称为卫生假说 太爱干净反倒是最灰祸首 真相究竟是如何呢? 今天就带你了解一下 过敏性疾病的发病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明显高于发展国家 城市高于农村 污染地区高于非污染地区 在发展中 国家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扩张 倾向于西方城市生活方式的城市 孩子相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 更容易患上过敏性疾病 假如孩子居住的环境 一成不染 孩子本该在正常生长发育的过程中 接触到的细菌 灰尘 微生物等过敏源 却没有接触到 对免疫系统未能形成有效的刺激 以后再接触到这类物质 就会过敏 尤其是一岁以内的婴幼儿 处于免疫系统发育期 如果这个时期过于干净 以后就容易发生过敏 现在过于干净卫生的环境 让人体免疫系统好坏不分啊 使人们对很多物质开始了过敏 这是西班牙免疫和儿童过敏研究 会得出的结论 这项报告表示 近20年来过敏性疾病一直在逐渐的增加 除了环境污染 日渐严重和人们的饮食习惯改变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太追求干净了 其实某些脏脏的东西储存于体内 也不是一件坏事 不仅是孩子 对所有人而言 讲究卫生自然是好事 但有些地方真的没有必要太干净 过于追求干净也许是在害自己 身上有几个地方清理的太干净 反而容易发生疾病 反之减少清洁次数对身体会有好处 以下让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医生说身体这五个部位还是粘点好 1.耳朵 耳朵上一定会有尘土 有质 耳朵类也会有耳屎 一些爱干净的人无法忍受 必须要清洁干净 但是耳朵不适合每天清洁 耳屎也不适合经常去掏 耳屎对耳道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可以避免小虫子进入耳朵里 而且耳朵具有自我清洁功能 耳屎变多的时候 可以通过咳嗽 掘脚等动作自动排泄 用手直接去抠耳朵 反而把耳屎推得更深 不容易排出来 有可能损伤耳联膜 耳道的联膜组织诱发耳道炎 听力下降等 2.鼻子 许多人在平时都有抠鼻子的习惯 觉得将鼻孔内的脏东西全部抠出来才会舒服 但是我们的鼻腔内联膜组织十分的脆弱 常常用手指去挖鼻孔 容易损伤鼻腔内联膜的组织 造成毛细血管破裂 出血 流鼻血 并且容易感染细菌 同时对鼻毛也会损伤 鼻毛的主要作用是阻挡空气中的细菌 灰尘进入人体 假如人体自然屏蔽 遭受到破损 那么外界的细菌和病毒就会倾虚而入 提高患病的风险 3.肚脐 无论男女肚脐这个部位都不能够频繁的清理 由于肚脐眼里面看起来有些发黑 有些人认为是脏东西 于是用手去抠 这种做法大错特错 肚脐部位皮肤相对较薄 是肺脏距离外界最近的部位 如果清洁方法不正确 或者用手指大力去抠 会导致肠胃道不适 腹痛腹泻 我们可以用失眠签轻轻的擦拭 适当的清洁即可 中医里面俗称肚脐眼为神缺血 有着培缘固本 回扬就托 何谓理常的作用 如果身体其他的肋脏发生了问题 都可以通过神缺血来刺激五脏六腑 激发他们的正常功能 可想而知这么重要的一个穴位 如果经常抠肚脐眼 想保持它的清洁的话 就会引起胃肠道功能受损 导致其他机能的功能失调 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 4.隐私部位 因为男人和女人的生理结构不同 女人比男人的身体更容易生病 而妇科病更是一种常见的病 稍不注意 湿处就会散发出恶臭 会出现白带异常等妇科问题 所以女性朋友更注重隐私清洁 有些女性会长期使用妇科 导致外部细菌更容易轻入 从而制造交叉感染 所以没有妇科炎症的妇女不建议 长期用妇科洗液清洗过度 平时用清水洗即可 保持湿处干燥 第五 牙齿 错误刷牙方式损伤牙银子 平时刷牙的时候 两到三分钟就足够了 并不是刷得越久 用力越大 就会刷得越干净 相反 据相关研究表明 刷牙三分钟以上用力太大 反而对牙营造成伤害 甚至现在绝大多数人会选择洗牙 适当的洗液 确实可以清除口腔内的污垢 对牙齿的健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是并不能频繁的洗牙 为什么这样说呢 频繁的洗牙会导致牙龈受到损伤 还会导致牙龈变薄 一般建议一年内 洗牙次数不得超过两次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提高 很多人都慢慢的注重了个人的卫生 不管是身体部位还是饮食卫生 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因为我们在潜意识里 不注意卫生 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甚至会增加患疾病的风险 这么说并没有错 但也不是全对 因为身体有些部位过于干净 反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